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末世烽火台的听众们大家好 今天是3月1号2019年 今天我们要说的题目就是 金正恩的生死两条路 我希望各位如果有刚好有金正恩的朋友都在听的话 请你把这一篇也转述给金正恩 因为关乎他的未来的生死活福 好 我们好像看 川普跟金正恩的第二次在越南的会谈里面 大家要注意到川普所讲的两句很重要的话 这关于到以后金正恩的生死活福 第一句叫做 We know every inch of that country 表面上他好像是在说 我们知道你北韩所有的 在地上或地下的所有的秘密的核武的设施 或者是在提炼的那个核武材料的那些基地 其实这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 就是说不管你躲到哪里去 整个北韩每一个英寸我们都撩落指掌 如果在未来不肯合作继续要走这一条核子武器的道路的话 那个斩首行动 我们是有办法把你直接斩首掉的 这是一个 好 第二个 That country has so much potential 因为他说 I want the country that country to grow 因为北韩呢 是一个经济过去没有发展出来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它有那么多的劳动人口 所以这个从零到一百 哇 这中间的可以进步的那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 经济发展跟繁荣那个是 只要就是说他放弃这个核子武器的这条道路的话 所有的西方国家资本的会进去 会帮助他们发展 所以呢这个是 就是生命纪里面的三十章十九节啊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 向你金正恩做见证 我将生死或福成名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我觉得这句话呢 可以作为金正恩现在的Rema Rema就是从神的口中出来的新鲜的话语 对你当时的处境 对你个人有一个特别的含义 那个叫做Rema 那为了消除一下紧张气氛 大家先轻松一下 我们先看一段真假王子 好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呢在川普总统跟金正恩还没有抵达越南之前呢 就已经有一对真假王子 长得很像很像金正恩的 大家刚刚看到这个萤幕里面 那个川普啊 不是还没有那么像 但是那个金正恩长得像金正恩 这个真的很像 然后他们是他是香港人啊 然后特别跑去那里在那边做秀 结果呢越南的政府呢怕出乱子啊 就把他赶快驱逐出境 真正的川普跟金正恩到达越南之前把他驱逐出境 驱逐出境的理由是因为他的签证是无效的签证 所以他出来替自己讲话 他说我被驱逐的理由不是因为我的签证是无效 就是因为我长得很像金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OK好真假王子好伯君一笑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说 诶这很好可以这样子来因的啊 OK结果呢就在川普呢 在这个越南跟金正恩来第二次会面 来商讨关于这个整个世界的和平 尤其是东南亚的和平局面 这样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居然川普的敌人们 民主党的议员们就在众议院 当天同样那个时间 当天就在那里白阴的 从背后要捅川普总统一刀 这一刀是多么的阴多么的毒呢 好我们先看一下一下这一段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川普总统跟金正恩呢 提前结束会谈以后的记者会 里面一个记者呢不去问这个 北韩去何止的这个议题 反而呢问他说现在呢 美国国会呢正在调查你 而且调查你呢是使用你的过去为你工作 十年之久的帮助你竞选 还有就是说帮你为你川普企业工作 还有成为你的私人律师的 这一个叫Michael Cohen 他直接在众议院直接指控你 说你是一个liar 然后呢就是说谎者 然后第二个叫Coleman Coleman就是骗子 然后又说他是racist 是那个种族歧视者 我个人呢真的是很看不惯这样子的行为 因为呢当自己国家的总统为了 这一个国家为了世界的安危 在做这样重要的会谈的时候呢 而且他人又不在国内的时候 明明可以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等他回来以后才来举行的 不是就是在那个时候 然后呢策动了这个Michael Cohen 大家看到萤幕上 Coleman他说 I am ashamed of my weakness and misplaced loyalty to Trump 就是说他在那里 告诉国会的这些议员们说 我误判了把我的忠诚度给了川普 然后呢而且因为我个人 有我性格上的弱点 所以呢我造成这个错误 我现在觉得非常的羞愧 他前面开场白30分钟呢 不断的猛烈攻击川普 然后接下来呢 所有的主流媒体fake news呢 就马上整天就开始播放 他的政治的内容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对川普的这个攻击 好大家可以想象吗 就是说被自己的律师被判 居然有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说 这些所谓的深层政府啊 他们是多么的绞尽脑汁 用尽多少的力量 就是要在这个特别检察官 Robert Mueller 他没有办法查出来任何的 川普的通俄门的证据的时候 必须要告尾声的时候呢 借着去那个查Michael Cohen 本身的财务的情况 因为Michael Cohen本身的欺骗的银行 还有他在报税上面的这些的 违法的事情 用他的这个私人的违法的事情呢 控告他 然后呢他要进去 他这个作证王要进去监牢 做三年的牢 可是呢用这个捷孤眼呢 要把他当作污点证呢 在暗中秘密交易 要让他对那个川普做出一个不实的指控 然后用这样子 让他的一些刑期来暗中交易 把他可以减掉 或者是drop掉一些的 对他的一些的指控 那这个呢一早在川普的律师呢 是过去的纽约的那个市长的 朱利安尼他就已经有讲过说 这个就是那个Robert Miller他们以后 所会使用的手段 果不出其然 居然就在我们面前 就是照他所说的就上演起来了 再来大家看 可是别怕 不用怕啦 不用怕安啦 安啦 OK 因为 清者自清啊 OK 那我们听一下川普的回应是怎么说 actually impressed that he didn't say well I think there was collusion for this reason of that he didn't say that he said no collusion and I was he didn't get a little impressed by that frankly he could have gone all out he only won about 95% instead of 100% but the fact is there is no collusion and I call it the witch hunt this should never happen to another president this is so bad for our country so bad 好 这个就是你看川普总统呢 老型宅宅啊 老神宅宅 他一副镇定自主的 他就很清楚的回答给他们说 给这个记者说 其实呢 这个Michael Cohen讲的呢 还让我觉得说 他讲的不错耶 他还有讲的不错的地方耶 还赞许了Michael Cohen 你看 这样子的风度 这样的气度 这样的自信啊 他就说 大家都听清楚了 当这一些的民主党的议员们 作战的眼睛瞪着他的时候 所有的主流媒体 fake news的所有的 camera都全部集中在Michael Cohen身上 问他说 你认为川普跟苏二之间 有没有这样子的勾当 有没有私下的交易 卖国的这样行为 这个有没有 collusion的存在 结果那个时候 那个Michael Cohen 就算说 他被利用来 被测动来抹黑川普总统 可是那个时候他讲出来的话就说 我没有任何证据你的 Russian collusion 这样 亲亲 拜拜 Based on what you know would Mr.Trump or did he lie about colluding and coordinating with the Russians at any point during the campaign so as I stated in my testimony I wouldn't use the word colluding um was there something od about the back and forth praise with President Putin yes but I'm not really sure that I can answer that question in terms of collusion 所以他就说 没有证据 我没有证据 这样可以这么说 意思就是说 no Russia collusion 所以那个时候啊 我相信所有的民主党们呢 在那个时候啊 在议堂上面呢 还有那些主流媒体啊 真的恨得牙痒痒的 就是找你来 讲两天两夜或三天三夜 就是要听这一句话 就是要你说有 结果你还说 没有 千功尽弃啦 啊 ok 好 再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坚守立场 坚守立场 好 川普总统呢这一次呢 跟金正恩的会谈 他是提前结束 为什么提前结束呢 然后提前发布记者会 ok 因为他讲得很清楚 有一个谈判破裂的重要的 一个点在这里 大家听一下 特朗普说金正恩要求美国全面撤除对于北韩的经济制裁 但是金正恩他又不愿意全面的来撤除北韩所拥有的核武以及所有的核武的设施 尤其是美国所特别要求的那一个部分 所以川普总统在不失彼此的情面之下 跟金正恩握了手 然后就跟他说显然你还没有准备好 然后就walk away 离开了这个会场 取消原定中午要一起的工作午餐 并且召开记者会 宣布这一次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并且说 Believe it or not We know every inch of this country 这句话有两层重要的含义 第一层是说 我们美国对于北韩你所有的自己认为很秘密的常立核弹 还有核武基地的设施 都是撩如指掌 完全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掌控之中 You don't know that we know 你不知道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要求连那些地方你也要一起拆了 那第二层的含义可能是说金正恩你在北韩的行踪 我们也是撩如指掌的 如果金正恩您敬酒不吃 要吃罚酒 那美国有能力对你采取斩首行动的 川普是谈判专家 他曾经说过他绝不重蹈过去 欧巴马及克林顿总统 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的外交政策 因为过去的欧巴马 过去的克林顿 尤其是克林顿总统那个时代 他给了北韩就是给金正恩的爸爸 给了不知道几十亿的美金 Billions of dollars 结果呢本来他也是跟他签说他会 废除那个核子设施的 结果后来证明是一掌欺骗 根本就没有 今天才会轮到川普跟他的儿子金正恩 又再来谈这个事情 川普说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车的 好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不禁要来探求一下 这一个金正恩他的背景是什么 现在要给大家看的呢 可能是大家会大开眼界的一件事情 平壤大饭店光明会的地标 全知之眼就在北韩的首都 哇有这种事吗 吼你有乱讲吗 我没有乱讲 我也不敢乱讲 好证据在这里 好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平壤饭店 好平壤饭店的白天跟平壤饭店的晚上 大家看到在左边这个图呢就是 这个平壤饭店你从某一个角度看上去的 你就会看到这样 大家看到这个上面这三角形 然后上面是有一个眼睛在那里 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更清楚 在右边就更清楚了 好跟中间的这一幅 就是在一块美金背后的秘密上面的 美国国席上面的全知之眼 是不是有一曲同工之妙 好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好然后这个是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拍平壤大饭店 OK好那大家算一算总共有几成啊 我告诉你我自己算了三次 不多不少就刚好是13成 又是跟这个一块美金背后的秘密 那个全知之眼上面的大家去数 欸为什么那个金字塔就是13成 好那大家经不住要问一下 那13有什么了不起 欸13很厉害啊 因为呢 那个圣经里面13这个数字呢 就是代表背叛 为什么呢 他们一定要用盖13成 在这个一块美金背后的秘密上面 那个国席呢也是一样 13成的金字塔 而且凌路 圣经里面第一个公然反叛上帝 他是迪基督的未来的预表 大家可以去算 从那个亚当开始算到凌路 刚好是第13代 然后凌路的名字 Nimra的意思也是 He shall rebel 他必会反叛 所以不是好东西 他的爸爸也不是好东西 他爸爸呢本来就想反叛 没有胆子反叛 又期望他的儿子起来反叛 他真的反叛了 就是凌路 OK第13代 好这样子 好 所以呢到讲到这里大家说 嘿 为什么那个光明会呢 Luminati呢 他们要在北韩设立他们地标呢 告诉你很清楚 因为他们最喜欢的 就到处设他们地标 设他们的icon 告诉你我在这里 告诉你这就是我的地盘 可是呢他不会明白 告诉你那些sign是什么意思 他会另外编一个理由 来告诉你说那些的sign 比如说自由女神 那是代表自由 其实不是的 OK 好 诸如此类的 那么同样的 他在告诉你们说 宣誓说这个是我的地方 这就是我的地盘 为什么他们很喜欢放sign呢 因为根据圣经的教导 OK 那个神呢 创造的天使 天使有很重要的植物是什么 message 他是传递信息的 所以在天使的DNA里面呢 他的性情里面呢 本身呢就是很喜欢去把message 把他的信息表达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呢这些堕落的天使 撒旦的差异们 光明会的这些人 一样同样的 所以当你看得懂他们的标志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无所不在 而且叫他们不要这样弄 他们还很难呢 因为这上帝就写在他们DNA里面 以后你就是会这样子反叛 以后你就这样子弄 我们就这样子看懂你们 好 OK 往下 那再下来呢 这里面 关于这里面 比较更深的这些的解密呢 请大家看我们的末日揭秘 以美元里魔鬼的秘密 我们把link也放在这里了 好 往下 唉 再来呢 我们取这个题目啊 大家如果看到照片 我叫我痒啊 痒啊 为什么叫我痒呢 是不是 大家看到金真恩的右手 为什么他右手要放到大一里面去呢 然后呢 唉 奇怪 那金真恩是学拿破仑的吗 大家都知道说 拿破仑呢 他每次拍那个做画像的时候啊 每次都是那个右手呢 就会放到他的这个衣服里面去 所以呢 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有历史老师跟我说 那个拿破仑呢 因为他那个他的手啊 就是说有长窗 还是怎么样 很难看 还是有富贵手 什么之类的 所以呢 他不要让人家看 为了拍照好看 画像他都放进去 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他的那个腹部这边有长窗 常常会痒痒 画像 画像的时候要画很久 所以呢 他也是手要放在里面 一直抓痒 唉 结果呢 这些答案是对的吗 下一张 唉 奇怪 大家都在痒 这里面所看到的这一些人物 我们看最上一 第一排的右手边 这个就是那个教宗本土 好 Paul Francis 好 我们看第一排的第二个 卡尔马克斯 马克斯 就是发明马克斯主义者的 就是发明马克斯主义者的 然后呢第二排的最右边的 布拉克 奥巴马 奥巴马总统 也是这样子 拿破仑 大家看到了 还有这个 Joseph Stalin 就是 史达林啊 还有其他的人 好 这样子 那大家注意第二排的最左边的 那个叫 那个有一个画的图出来 那个叫Messonic Sign 好 所以现在真相大白 因为根据这个Messonic Sign的解读啊 我们才明白说 原来不是金正恩在痒 也不是拿破仑在痒 也不是这些人都在痒 原来这个是一个共济会的手势 这个手势有很深的含义 其实啊 他把手放进去呢 这个就叫做 The Hidden Hands 隐藏的手 隐秘的手 这个是属于Messonic Hand Gesture 只有在这个 Freemason Messonic 他们的那个手势 Hand Gesture 而且这种手势 也不是说你普通人要做就可以做的 你要到某一个很高的层级以后 你要被开启了以后 你才能够用这样子的手势 所以都是高阶层的 然后呢大家也知道说 近代的光明会呢 大家对光明会 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大家对罗斯的家族 Rothschild家族呢 就有很多的了解了 好 那这个也是那个 Rothschild家族里面 其中一个成本 他叫Solomon Solomon Rothschild OK 他是负责设置那个 瑞士的那个 所有的金融机构 都是他在掌控的 OK 那一个支派 Rothschild的那个 瑞士的那一个支派 好也是他的有这个 Hidden Hands 好再往下 另外呢我给大家看到了 这个是南斯拉夫的 Prince王子啊 他的王子呢 叫做Alexander 他呢在1991年的时候 回到南斯拉夫去访问的时候 跟他的家庭啊 在那边一起给众人拍照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他的手呢 也特别变成Hidden Hands的Gesture 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这个是皇室的人 金正恩他们是金氏皇朝啊 也是一样是皇室的 这个Hidden Gesture 大家就看到了说 他所遍布的 不只是刚刚讲的那一些 有权有势知识 而且也事实上的皇族呢 他们本身呢也有这种 都是在Mesale的 就是在共济会的掌控 光明会的掌控之下 为什么金正恩的金氏家族 会跟他们有关系呢 这个不足为奇 因为他们几代以来 所搜刮的这一些的 北韩的这些资产啊 人民的这些明子明膏啊 那些钱你要藏到哪里去 那全世界有什么样的机构 有办法把那样庞大的金钱 帮你洗钱洗到大家都看不到 谁有这样的能力 除了光明会所掌控的 这些全世界的最高层的 华国银行体系里面的机构 那谁办得到呢 那我找到了这个网站 他叫做Mesonic Hidden Hands 就特别Illuminati Simple 专门在讲这个 光明会的各式各种的象征 跟他们的图像 他的意思在哪里 我们就看到这一个画像 这个就直接从他研究里面 共济会他们自己的文献里面找出来的 那在这里他讲到几个重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里面呢有提到这本书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 Codex Magica 特别去把这个 共济会的很多的符号呢 秘密啊 很长的秘密啊 这些全部他会把它解密 在亚马逊有卖 比view还不错 4颗星126个点评 他们的研究呢是这样子 大家看上面这个Royal Arch 这个是共济会很高层级的一个阶层 然后你要进到这个阶层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被开启 那被开启了以后 他们会给你一个特别的仪式 会有那个导师来教导 这些New initiatives 就是被开启的这些 可以进阶到这个阶层来的人 那些叫New initiatives the meaning of the hidden hand sign 那到底这个Hidden hand隐藏的时候 它的是什么意义呢 你要再进阶到第二层 Second veil的时候 好像说我们圣殿有分支圣所 跟圣所一样 Second veil的时候 你要进到最里面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了解的是什么 一个是他的word 他的话语 一个是他的sign 他的这个记号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劝戒的话语 然后这里面讲说 他的话语是什么 Shame 耶佛跟Addoniram Shame就是那个诺亚的三个儿子里面 其中一个三 OK 耶佛就是亚佛 Addoniram呢 照那个上二纪下跟那个猎王纪 第一章里面的记载呢 叫做亚多兰 然后呢他等于是劳工部部长 那个时候 等于所罗门手下的劳工部部长 然后呢他还那个时候呢 负责了在这个 所罗门在建那个圣殿的时候呢 他是负责从黎巴嫩那边呢 跟这个黎巴嫩的王呢 把黎巴嫩上等的香薄木呢 运到以色列来给所罗门做圣殿的材料 然后这边就有讲到这个My sign is this 他的sign是什么 他的sign就是把手插进去胸怀里面 那为什么会有把手插进这个胸怀里面呢 哦原来呢 这里面就讲到出埃及记啊 第三章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观看不了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然后耶和华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 他就把手放在怀里 等极致戳出来不了 说长得大麻婆 有血那样摆可是神又叫他把手再插进去怀里 再拿出来的时候 那个手又变成好好的 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sign 神说我给你这个sign 就是从我耶和华神来所给你的什么权柄 你的以色列看到就知道 你有从我耶和华神来给你的权柄 好然后他们就会听你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个hidden sign 他们要用这样子的一个sign来取 那当他们进阶到royal arch这个阶段的时候 原先你如果在那个等级以下的时候呢 他们会教导你说 那个神的名字已经lost掉 已经失去了 已经不晓得怎么发音了 这个跟现在的以色列拉比们 他们所教导完全一样 我几年前去到那个圣殿重建院 Tempo Institute里面 里面的人就跟我讲说 那个耶和华神的名啊 他说那个神的名呢是unspeakable 你念不出来讲不出来也不晓得怎么发音的 他说里面有72个音节我听得头都晕了 72个音节谁发得出来啊 所以他说这个名字太神圣太隐秘 所以以至于不能讲也不能写 ok所以一直到今日他们还是一样 就讲Hashem 有没有 Hashem就是那个名不讲耶和华神 他用这样子 那这个就跟这个共济会教导就很像 进到这个royal arch这个等级以上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给你开启了 但是你在开启了他要叫你做发那个毒誓 那个毒誓有一个仪式 当中呢是要把那个死人的那个头骨拿出来 以后把里面倒了那个红酒 倒了wine 倒wine以后呢 然后呢叫你喝下去 然后要发毒誓 就是说你如果背叛这个神 那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神开始要向你显现了 有一点像那个摩西当时的 荆棘火焰中神对摩西显现 但是这是那个邪恶的翻版的copy版啊 然后呢这个神呢要开始向你显现了 你必须要宣誓对他效忠 所以这个手势本身呢 就是你宣誓对这个神效忠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他这个告诉你说 他的名词是一个秘密 可是他今天愿意告诉你 然后当你开始 照他们所要求的仪式 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以后呢 你会有一个重生的新的经验 the new born again the experience 所以他们这一些的 有知识 有能力 有财务的他们还会进到这个里面 而且来接受像这样子的 教条的 因为他们有被假冒的属灵经验 他们有经历到这个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会经历到 一个好像是假的 那个重生的经验 好像我们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那种重生的经验 他们有那种仿冒的经验 ok 这样子 那这个也不足为奇 因为大家记得说 那个时候我们在讲那个 外星人绑架的背后 属灵战胜医疗 那个蒋 蒋原那个Joseph Jordan 他过去就是New Age的导师嘛 所以我们在教New Age的导师 他也是 他自己就讲说 当时他 在相信New Age的时候呢 他就有过这种重生经历的经验 那是直到后来他 变成了基督徒以后 真正被圣灵充满了以后 他才知道说 哇 原来之前那个是假冒 那这里面呢 他那个时候会跟他们开启说 这个Masonic God 这个 到底这个共济会 他们所相信的那个神啊 他的名字叫什么 名字叫做 亚布隆 亚布隆 为什么叫亚布隆 或是亚巴隆 ok 他是由三个神的名字呢 合起来 第一个亚就是Yahovah 那个Yahovah 或叫亚伟 第二个巴奥 巴奥就是巴利 圣经里面那个巴利 好 第三个呢是 Osseres Osseres Osseres就是那个埃及的太阳神啊 好 就这三个 然后混在一起 可是呢 那个Freemason啊 这些共济会 他不希望说 General public 一般的普罗大众知道 到底他们的神的名字是叫什么 所以呢 他们at all cost 不计代价的 要把这个名字 一定要把它 conceal 一定要把它隐藏 起来 所以呢 当他们把 像这种高阶层的 这个光明会 共济会的成员 他们把 在公然的场合里面 尤其是在重要场合 把手插在这个胸怀里面 这样子来拍照 或者是那个做画像的时候 就是在 糟糕他的 所有的 这些共济会的 高级的成员们 说呢 我也是 顺服 跟你们一样 同样隐藏了 他的名字的神 好像我今天把手插进来 在这个里面一样 但是这个隐藏的神呢 他呢是 也给我的 我权柄 这样子 好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讲到这里呢 不禁要来思考一下说 那我们的神 耶和华的神 爱我们的神 我们的阿爸父 他希不希望 他的百姓们 他的子女们 都知道他的名字 甚至说 普罗大众也知道 他的名字呢 好 我们现在出埃及记 旧约里面 其实我叫你存力 是特要向你 显我的大人 并要使 我的名传遍天下 所以我们的神啊 耶和华一早在出埃及的时候呢 就透过埃及的实在 就已经说 我今天在埃及 行这样的神奇奇事呢 就是要让我的名传遍天下 好让他们知道 我的名是 耶和华 同样的呢 约翰福音 但是呢 那个时候呢 到后来这个名字呢 渐渐的被 这个法利赛人禁止讲用了 ok 所以呢 到了耶稣来的时候 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 主耶稣特别有讲这句话说 我以将你的名指示他们 还要指示他们 那目的是什么 使你所爱 我的爱在他们里面 我也在他们里面 这样我们就看到 爱我们的真神 跟撒旦这个假神当中的差异是何等的大 我以后 我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